据香港媒体报道,导演纽承泽日前被曝,性轻剧组女工作人员,因其各界哗然,原定7日下午4点到北检接受真讯,却临时通过传真请假,10日再度赴北检说明,一早各家媒体守候在纽承泽住家楼下,到9时12分终于不出住处,他带着墨镜先是弯腰微微鞠躬,走下阶梯后,小声地说了一句,答案永远只有一个,但面对记者询问是否有信息,纽承泽没有多回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